上半年不小的手机厂商年度旗舰机纷纷亮相 其中就包含了韩国三星的SA 以及日本Sony Xperia XZ的Premium 日韩旗舰机对战 两款手机都在拍照功能推出新技术 究竟这两只机王相机的规格拍出来效果如何呢 非凡新闻前进在日本横滨的八经岛海岛乐园 带您一起实测看看 距离东京品川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里是位在横滨的八经岛海岛乐园 在这边我们要拿出各家手机的旗舰机 来比较各家的拍照功能 坐落在横滨湾从上往下看 一望无际的海景和各种游乐设施 还有号称是日本最大的水族馆 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而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的 还有超疗愈的海洋动物秀 还是浮出水面用麦克风和观众热情打招呼 还有多才多艺的海豚一跃而上 透过慢动作录影各种细节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而场景转到室内超过500种以上 大约10万只鱼儿悠游在超大型水族馆 搭配上声光效果更是吸睛 走进室内水族馆各种鱼类禁售眼底 在这边我们要拿出两只手机来实际比较 在低光源的情况下录影究竟哪一只的效果比较好 拿出Sony XZ Premium和三星SA实际录一段影片 两者比一比 Sony拍出来的画面颜色和对比度都比较贴近 肉眼所看到的情况 而三星SA则是较为鲜艳 和实际场景有些微落差 不过在细节部分却比较清楚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巴景岛的游乐设施 可以看到像这样高速旋转的咖啡杯 就算要用手机怎么样拍出好的照片 我们请达人来叫站 以Sony最新的这支手机来说的话 它在相机里面 内卷Motion Eye的拍摄模组 那这个拍摄模组呢 它可以及时的去处理 就是连续四张的照片 那以三星这支最新的S8 Plus来说的话 它只能拍摄一张照片 那我如果同样要达成一样的效果的话 我必须要按下这个白色的拍照按钮 用连拍的方式来去拍出我要的照片 实测两支手机对焦速度都相当快 颜色画质表现差不多 比较两支机王相机规格 Sony XZ Premium 主镜头画素1900万 比三星主镜头1200万来得高 XZ Premium搭载Motion Eye相机模组 三星SA则是采用多重影像叠合技术 自动侦测动态和低光源状态 各家厂商在照相功能 绞尽脑汁 推行技术 期盼在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 吸引消费者目光 记者和我们上海陈玉智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